大家好 本期节目呢还是要谈一下这个中美贸易战 那个另外呢就是特朗普团队的一些这个事情 那8月23日这个美国对中国16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征税正式实施 当然了中国也是还之以颜色 也同时宣布对美国进口商品的160亿美元这个进行这个征税生效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在从6月份开始或者从7月份开始 这个中美之间对相互之间的500亿美元的这个进口商品的征税年都开始了 就是说美国发动发起这场贸易战 那中国呢也是这个毫不犹豫的予以这个间接反击 那到现在你一直是双方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这样一个继续这个对峙 或者是对抗的这样一个态势 那与此同时呢这个也是在从这个8月21号开始 中国这个这个财政部这个副部长这个摔领的这个一个谈判代表团 与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呢进行了这个谈判 那两天来的谈判呢应该说没有什么进展 但是呢但是不过呢我们从这个双方发布的会谈结果的一个简报当中呢 还是可以看出这样一些信息 首先呢双方呢对于这个谈判呢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那么应该说呢这次呢这个是中国这个代表团呢 这个是受这个美国方面的邀请过来谈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讲 是比较艰难的 就是说这个双方呢可以讲这个互不相让 最后都谈到就是说这个被下一步的会谈呢 商榷了一些这个可能性 就是说呢还是要继续谈下去的 实际上来讲呢这个中美相互之间的关税继续生效 那么呢中美呢双方呢也在谈 虽然是一个副部长成疑的 就是说这个看来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战 或者中美贸易摩擦这样一种态势呢 是在这个边谈边打当中呢进行 这呢也符合这个一般的这个观察家的一些这个分析 就是说这个很可能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形态 目前这种贸易形态呢要长期的持续下去 这是一个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呢 特朗普政府也是在这个前不久宣布 要对中国两千亿商品呢进口商品进行这个征税 那么呢国会呢是在也是在八月 从八月二十一号开始吧进行一个停证 那么在这个这个停证呢要六天的时间 那么在第一天或者第二天这个停证会上 那么这个媒体报出来的这个消息是这样 大约与会有六十多个这个美国的企业 那么其中有五十多个坚决反对这个征税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可以讲那个反对征税 在美国的企业当中呢应该是一种这个主流的意见 但是不过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 还在这个继续这个坚持实施 他对这样一种对中国的一种关税政策 那使得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谈判也好 接触也好呢其实呢还是比较艰难的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有一种说法 说是这个中国这个这个这个副部长 中美之间副部长成立这样一个谈判呢 可能要为这个今年十一月份 那么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 来最终解决中美贸易战的问题呢 这个垫立点基础 就是说有一种这所谓的这个美中 中美之间贸易战解决的路线图 就是在十一月份 因为在十一月份呢有两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国际性会议 国际性的这样会议 那么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呢 习近平都会这个参加 那么就是说这个有一种猜测 就是是不是这个最终呢 有这个两国的国家元首 这个平息贸易战也好 或者是这个寻找出解决的一个方案也好 所以贸易战这个事你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说这复杂的原因呢 就是双方呢都没有退让的可能 那么谈呢是在谈 虽然是这个这次接触呢 是这个副部长这个层级的 不排除从现在开始到十一月份 那么这期间呢中美还会有进一步这样一个接触 那么目前一个这个悬念就是说 美国对于中国两千亿进口商品 能不能在这个九月初开始实施 这个呢就是说目前呢 目前看从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 强烈的态度看呢 是有可能实施的 那么中国如何反制 这个呢我们还要再观察 这是贸易战 另外呢与贸易战这个开打同时呢 是在这个八月这个二十三号 那么呢美国呢 也出了两件大的新闻 一个呢是特朗普的律师 认罪 他认什么罪呢 就是在这个二零一六年 总统大选期间 他呢受到指令 来呢就是说给一个妓女 与这个特朗普有过关系的这个妓女呢 分口费 要求他不说话 这个呢就是说 他的律师科恩已经认罪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团队的这个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 团队的这种干事 叫马克福娜 他呢是被指控 这个有十八项罪名 其中包括偷税 包括这个洗钱 以及这个转移海外资产 等等 那么在这个二十三日的这种 这个大陪审团的这个庭审 过程当中呢 那么因为这个大陪审团 11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 不认为呢 这个 一共18项指控的罪名都成立 那么呢 所以呢 只是这个 那因为这美国陪审团制度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陪审团一个人 陪审团当中的之一 提出反对意见 那可能就是说整个这个案件呢 就不成立或者留损 但是呢 这个这位陪审员呢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美国司法部 对于这个 这个马克福纳的指控的十八项罪名中呢 他认为有十项 不成立 那么最后呢 给马克福纳的定罪是八项 当然了这个下一步呢 还要对马克福纳这个案子呢 进行审计划 有罪是肯定的了 那么作为特朗普总统 他的一个是他的这个 前律师 一个是竞选团队的这个 总盖 这个触犯这个联邦法 而且已经被指控为有罪 这个其实这个事呢 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就在美国民间 或者美国这个舆论当中呢 出现一种 特朗普是不是能够被弹劾 那么从现在看呢 目前呢 还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原因是这样 这个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弹劾那里需要国会通过 国会提出一案 那现在目前的国会呢 还是这个在这个 共和党掌控之下 那大概不会 这个这个 提出这样一个一案 另外呢 就是共和党也好 这个民主党也好 目前呢 全力在拼这个 中期选举 那么那个 而且呢 对于马克福纳这个案子呢 目前还没有最终 敲定 所以呢 这个暂时从这个 司法程序来讲呢 还是不会提出 这个弹劾这个 特朗普 这样一种 这个提案 但是呢 如果说 这个特朗普 这个 对于这个 马克福纳的犯罪 给予总统特色 那这可能情况 就不一样了 这个呢 就有可能 就是说这个 要有人提出 这个弹劾案 那么整体来讲呢 这个特朗普 可以这么讲 他的这个律师 和这个 总干是这样一个 触犯联邦法 这样一个犯罪 不可能 跟他没关系 其中这个 柯恩给 妓女的 封口费 那明显是受到 这个 特朗普的 这个 就 应该是 特朗普受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这个 马克福纳的一些犯罪 和特朗普 有多大的关系 目前呢 还不确定 那么就是说 这个 应该说 这个特朗普 这个在这个美国总统的历史上 这两件事 其实可以 也算是这个 这个联系 呃 斑斑了 呃 虽然他目前有一些民意 但是呢 这种这个 对于美国政治 美国政治的腐败 那么通过他 底下这两个人的 这种犯罪呢 是可以 我们说 可以是显露 无疑的 那么如果中期选举 这个民主党 这个获得这个 国会也好 参议院也好的 大多数 那么是有可能提出 这个弹劾案的 那么这个 虽然这个 目前特朗普 可能不被弹劾 那么 在那 这件事 对中期选举的影响 肯定会很大 所以呢 这个 呃 现在呢 就看这个特朗普 这个他的这个团队 如何这个 这个来应对 这个危机 那么特朗普呢 也指责这个 司法部长 塞森斯 因为司法部 是作为这个 检方的这样一个 公诉单位 来起诉这个 特朗普的前律师 和特朗普的 这个竞选团队的 总干事 但是在这8月24号 那个塞森斯呢 这个代表司法部 进行这个 强烈的反击 并呢 和这个特别检察官 穆勒站在一边 那么特勒 现在呢 这个特别 还要提到 提一下这个 特别检察官穆勒 那么现在穆勒的 下一步重点呢 就是一个 对特朗普 通俄门的调查 所以呢 这也是这个 美国社会各界呢 呃 所关注的 一件非常大的事 呃 总体来讲 这个 我们觉得 就是说 这个特朗普 在这些事情上 让他这个 对这个形象也好 这个对于美国的政治也好 都是蒙上了一层 可以这么讲 蒙上了一层阴影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 特朗普 这个在中美贸易战上的强硬 那么呢 并不一定代表 他最终呢 能赢得这个美国民众的支持 那么虽然是 这个他是打着美国优先 这样一个旗号 但是呢 他的下属 或者他的这个竞选团队 他的律师 却发现了这样严重的 可以讲 非常严重的罪行 这个对特朗普 整个执政呢 是一个非常不良的 这个记录 所以呢 这个看看特朗普 下一步来怎么应对 他的形象危机和执政危机 好 今天就到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